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仅29岁的她从24层的高楼纵身一跃 一带艳心香香郁郁郁 现场发现一封遗书 妈咪请替我打电话给少爷 告诉她我去了 要好好保重身体 我临死人一直爱着她 待我向曾志伟 梁家辉 黄百民和陈百祥说再见 有些事情是朋友可以帮忙 有些事情却是朋友帮不上的 文中的少爷是谁 他和这个美艳女子的死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阵唏嘘后 只听到有人说 她在自杀前就已经疯了好久 而她就是香港绝世艳心 多次传出灵异八卦的香港四大巅王之一 陈宝莲 陈宝莲的一生注定与爱无缘 父亲为人梦浪 母亲不懂爱和责任 四岁的时候 父亲离婚 母亲嫌她是个累赘 就把她扔给了外婆 外婆汪怡毕业于复旦大学 是上海知名演员 和外婆在一起生活的那些年 陈宝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但这一切却在1985年戛然而止 1985年 叶玉清参加选美 夺得亚洲小姐继军 成为娱乐圈一颗 然然生起的新星 这一年 陈母刚刚搬到香港 因为染上赌博 经常欠债被人追讨 于是 金明的陈母便将女儿接到身边照顾 打算养两年 再安排她效仿叶玉清当模特 参加选美比赛 进演艺圈 挣大钱 而这一年 陈宝莲才12岁 在母亲的安排下 陈宝莲15岁就开始兼职做模特 说是模特 性质却很特殊 拍的都是一些比较香艳的照片 1990年 亚洲小姐竞选 17岁的陈宝莲被母亲逼着报了名 可惜的是 那一年竞争激烈 也是亚捷史上是非最多的一届 最后 冠军被同样17岁的吴启莉拿下 而陈宝莲连前五都没有进 虽然落选 陈宝莲出众的外形 还是吸引了不少导演的目光 90年代 只要拍电影就有钱赚 而这其中最暴力的 就是成本小 又没门槛的风月片 见钱眼开的陈母 不顾女儿年幼 私自替她签约了风月片公司 逼着她去拍裸戏 刚成年的陈宝莲 不得不接下人生中 第一部大尺度影片 也是她的成名作 《辽瞻燕坛3》之灯草和尚 对哪一型的女星来说 拍大尺度电影都意味着踏入深渊 放在19岁的陈宝莲这里游慎 何况推她入泥潭的是亲生母亲 由成名作开始 到《我来自北京》 《五月阴纯》和后来的《燕翔勾魂》 《琴县百乐门》 陈宝莲接的片子一步比一步相艳 票房一步比一步高 刚入这一行的时候 她有过强烈的抗拒和不满 一度拒绝男搭档的肢体接触 后来只有相熟的搭档曹查理可以碰她 曹也在专访中表示过自己对宝莲的怜惜 她说 宝莲是为了家庭没办法才拖的 哭也没办法 合约在就必须拍 于是她只能一边哭一边拍 她心里也很清楚 如果违约的话 不仅仅是付一大笔违约金那么简单 因为有颜值有身材 18岁不到的陈宝莲一托成名 名气直逼叶宇清 甚至还和叶宇清叶子梅并称为风月片女神 她理所当然地红了 可红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 也开启了她的地狱之门 1993年 利欲熏心的陈母丝毫不顾忌女儿的死活 一口气替她签下了十部风月片 陈宝莲想反抗 但她什么都做不了 我做的都不是女孩该做的 也不是其他人可以承受的事 同一年 有人将陈宝莲的风月片送给了黄任忠 黄任忠 台湾三大丑男之首 丑归丑 却是台湾赫赫有名的股票大王 最辉煌的时候 身家高达数百亿新台币 她一生有四大爱好 美女 美酒 跑车 豪宅 尤其舍得在美女身上下血本 曾有人问过她 在女人身上花了多少钱 黄任忠说 这二十年来 如果每年花一亿新台币的话 那么二十年来就花了二十亿 为了圈养美女 黄任忠还专门建了一座豪宅 并专门定制了一张豪华大床 可以容纳九位女友 私人欲持 更是奢华无比 春色不断 她曾扬言 女人是我生命原动力 没有女人我吃不下饭 最为得意的时候 黄任忠拥有近百位女徒弟 及红粉知己 家里常年住着十多位超级大美女 而且还与不少港台红星来往亲密 尽管如此 看过陈宝莲的影片后 黄任忠还是沦陷了 那段时间 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见陈宝莲 不久后 黄任忠借公干为由 特意约了香港娱乐圈的一帮朋友吃饭 朋友很清楚黄任忠的喜好 一来就跟她谈美女 并将陈宝莲约了出来 那一年 陈宝莲刚二十岁 风满高挑 迷谋好痴 黄任忠一见 失魂落魄 回台湾后 她顿时觉得满眼美人 没有一个比得上陈宝莲 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黄任忠一开始 只是不断地送陈宝莲贵重礼物 豪车珠宝缺衣不可 但都被陈宝莲悉数退回 陈宝莲不肯动心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 她在拍摄剑奴时和莫绍聪英系生情 当时两个人还在热恋期 其二 她并未将钱看得太重 因为钱 她被母亲卖给风月片公司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何况再多的钱到了她手里 也只会被母亲拿去烂赌 可陈宝莲没想到的是 莫绍聪竟然脚踏两只船 跟她在一起的同时 还和一名日籍空姐纠缠不亲 陈宝莲发现后 很快就跟她分手了 不久后 黄仁忠又专程飞到香港 想约陈宝莲一起吃饭 陈宝莲当天刚好在深圳 有一场表演 时间比较紧张 于是就婉拒了黄仁忠 黄仁忠问她 如果我有办法接你到香港吃饭 并按时送你回深圳 你是否肯来 陈宝莲心想 这怎么可能 于是随口回复道 是的 黄仁忠听到后 当即从香港租了一架直升机 接陈宝莲一起用餐 这样的经历 对陈宝莲来说 是前所未有的 她开始对这个男人 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但真正打动陈宝莲的 是黄仁忠给她的一个承诺 她说 从此以后 我会动用一切资源 帮你摆脱艳新历史 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陈宝莲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够将脱掉的衣服穿回去 听到黄仁忠这么说 便义无反顾地 跟随她去台湾发展 很快 她就在张学友 张曼玉 张明等大牌明星拍摄的 《神经刀与飞天猫》中 谋得一个小角色 可见黄老板一开始 确实下了功夫 1994年 21岁的陈宝莲 还参演了周星驰的电影 《国产007》 她在片中 饰演冷艳女星特务爱美神 一出场就惊艳全场 甚至抢了主演 袁永怡的风头 正当她 心心十足准备转型的时候 命运却给她致命已击 因为子宫掌炮 她不得已治疗了半年 卷育后 已经错过了 转型的最佳时刻 事业上的失败 令陈宝莲更加依赖黄任忠 刚开始 黄任忠对她也是极好的 不光赠送她豪宅名车 还纵容她的任性 无论陈宝莲醉酒打人 还是夜店捣乱 黄任忠都会替她收拾妥善 就连自己的新欢 乳神小攀攀被陈宝莲打 黄任忠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可即使黄任忠对陈宝莲再特殊 也不可能为了这朵玫瑰 放弃整片大花园 为了独占黄任忠 陈宝莲性情大变 动不动就掀桌子打人 把黄任忠的后宫搅得天翻地覆 一开始黄任忠还能耐着性子哄她 时间久了 黄任忠也开始厌烦 她干脆给了陈宝莲三百万 表示可以送她出国留学 结果这笔钱 被不能忍受分宠的陈宝莲挥霍一空 在两人关系降至冰点的同时 陈宝莲也走入另一个极端 当时她和费玉清的大哥张飞搭档上节目 举止十分暧昧 结果此事彻底激怒了黄任忠 公开表示要断绝两人之间的关系 后来黄任忠在媒体面前也批评过陈宝莲 至此被黄任忠打入冷宫后 陈宝莲就开始了无限反复的自毁循环 1998年4月 她第一次举止失常 陈宝莲对周围人说自己有鬼仔护体 把衣服拉下来任由旁人拍照 没想到不过一个月 泡巴的陈宝莲就又被卷入歌手张克凡引发的斗殴事件 以至于眉心被碎玻璃割伤 入院缝了十三针 1998年6月 电影《感官世界》在台湾举办首映里 陈宝莲当场发颠 在台上拿出剪刀自缠 在场媒体大惊失色 同年9月 陈宝莲精神状态略有好转 她试图皈依佛门 还取了法号明慧 结果半年后 她再次举止疯癫 直接在皇宅门口服药自杀 声称见不到皇人中就一死了之 至此 陈宝莲的精神状况彻底崩盘 殴打路人 大闹机场 掌骨亲妈 放火烧家 期间 陈宝莲不止一次被记者拍到满身瘀青 眼神放空的照片 有次还在王力宏的演唱会现场 当众落泪 港媒因此称其为 恍神公主 至此 情场失忆 又没有经济来源的陈宝莲 就从绝世艳心 变成了香港巅王 被爱人抛弃 使尽浑身解数发现 无法让其回心转意 她选择了放弃自己 2002年7月31号中午 陈宝莲趁保姆不注意 从上海寓所一跃而下 至此 一代艳心 促然陨落 中年29岁 陈宝莲身故后 依然没有得到 她渴望的平静 不仅闹出了 媒体偷拍 夷容的风波 她留下的遗孤 也成为了圈中的烫手山芋 最后只有王妃的经纪人 欢姐一人出面 将其收为养子 据说 她的死讯传回台湾后 一生风流成性的 王妃中 当众嚎啕大哭 两年后的2004年 黄妃中病危 弥留之际 她一再要求 并榻前的女友 小潘潘 修改遗嘱 说要把珠宝 都送给宝莲 因为只有她 带着最好看 然而小潘潘 却告诉她 宝莲早已过世 这就是传说中的 天道好轮回吧 说到底 宝莲美人的故事 就是一个 香艳的悲剧 仅仅29个春秋 就像世人 展示了什么叫 自古红颜多薄命 以及花花世界 背后的污浊与荒淫 其实 她有过无数次 重新来过的机会 可惜从小家庭的缺失 让她的性格 越来越极端 导致自己 在人生的最后五年中 一次又一次地 错过重启的最佳时期 诚然黎明终将到来 但陈宝莲 却成了扛不过 漫长黑夜的牺牲品 或许 比起纵身一跃的痛 清醒着活着 对她来说更痛苦吧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